请和证 请翻证 圣教级请翻到376页 第二大门 在讲文句之前 先说四点 这是四个要点 一是来意 所以来意就说 来是来龙去脉的来 这一张放在这里 它有什么跟上一张之间 有什么衔接的关系 这就是来意 了解这个呢 你就是怎么来看这一张 你就有一个 就是条理和脉络 第二点呢 就是标题 因为它每一张都没有标题 第一大门第二大门 就讲第二大门没有标题 那么这一大门的标题呢 这就是发布提心 第三呢 就是这一大门当 这一大门的核心 这一大门有三番了解 那么它的核心在哪里 第四呢 第四个要点就是辩析 辩析哪 辩析菩提心和愿生心的关系 我们在开支前呢 先提出这四个要点 首先我们讲来意 来意呢 因为整个安乐极啊 它是月时批析 劝规净土 这是它这个 总的基调 那么在第一大门 第一大门的时候呢 有九番了解 它主要就是来完成 来说明 月时辟析 劝规净土 这是个总的 就定一个目标 我们也说了 最我们了解的浓缩 就是 末世众生 月时辟析 时是末法 末法时代众生啊 称佛名号 就是时机相应之教 以佛愿力 往生暴土 所以月时辟析 劝规净土 这样的净土 是什么样的净土呢 就说是 暴佛暴土 凡圣通往 三界不赦 所以在后面几章呢 是要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第一章是确立的 就是月时辟析 劝规净土 它确立了一个 总的方向 总的目标 那么有了目标 就要有方法 所以接下来呢 是要讲方法 从方法来劝 那么方法呢 是分于两个部分 就是愿和行 就是有了目标 你愿意去啊 所以第二章呢 主要讲的就是 怨生净土的这个愿字 那么愿意去 你得有方法呀 你得有一个 就是具体的行为呀 那么从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呢 讲的就是行 有愿有行 就是 劝规净土 目标 方法 接下来第六章 到第十一章呢 就是利益 到净土 正报 依报 他的利益怎么样 以这个来劝 以利益来劝 那么最后 第十二章呢 是个总结劝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很清楚 安乐吉这十二大门 我刚才讲的十二大门 不是十二章 就十二大门呢 他都是劝规净土 劝目标 劝方法 劝利益 方法当中呢 就有所谓的愿和行 那我们现在呢 第二章 那么前面目标有了吗 当然接下来就要讲 方法 当然首先讲愿呢 好了 我们讲到这个以后啊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关于标题 这三番料解呢 第一是明发菩提心 第二破意见邪直 第三广实问答 逝去移情 如果就这三番料解来看呢 哪一个是他的核心 或者是体 这就是他有三番料解呢 他有体和相用的关系 就是本质是要在哪 核心在哪 在第一章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章 它是正面的来说明 要发菩提心的 第二章破意见邪直 就是对第一章的内容 有错误的理解 才要破斥它 所以他显然是为第一章服务的 第一章是证明 第二章就是反破 从反面来破除你的见解 你错误的见解 那么第三章呢 破完之后 还有一些怀疑的地方 叫适疑 所以第二章和第三章 都是为第一章服务的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第二大门 这一大门 如果用标题来说 就是发菩提心 第一大门 如果用标题 就是月时批击 劝归净土 那么第二大门呢 就是发菩提心 第三大门 就是所谓的 辩南一二道 一般来说 南情异行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看出来啊 这第一大门 第二大门的核心呢 是在第一章当中 明发菩提心 它这三番的关系啊 就证明反破和适疑 这样你解决 你回答一个问题啊 就非常清楚 证明就是我 从正面来阐述我的观点 反破就是反面 那你又不同意见 错误理解的破吃你 破完之后呢 还有怀疑的 代表解释完了 这不就是很立体了吗 你要这样回答 一个问题 你多干脆啊 多利落啊 所以它的刺激 是非常清晰的 这是第二讲标题 第三第二标题啊 就是发菩提心 第三讲核心 核心我们说了 是第一章发菩提心 那么关于发菩提心呢 底下又有四 又有四个 就出发菩提心 那有四番 一出菩提心共用 二出菩提名体 三显发心有意 四问答解释 那么这四番当中 有哪一个是核心呢 这显然是第三 发心有意 说发菩提心 就说发菩提心 有不同的发心方法 有不同的发心的这种 相撞 讲发菩提心嘛 那当然就是第三个 讲发心啊 然后我们把它选择 我们再看第一番 出菩提心共用 出菩提心共用 它也是一个铺垫 就是说菩提心 有什么作用啊 有什么伟大的那种功效啊 那目的说什么呢 哦这么好 这么厉害 这么了不起 那你应该发菩提心 所以他这个出菩提心 共用的目的 就是啊 比如我们讲这个菜啊 怎么好营养 目的是让你吃菜 让你吃饭嘛 是让你吃嘛 光讲完了 不可以吃 有什么用啊 所以他讲到这里说 出菩提心共用 它是引导的 要发菩提心的 哎呀 这样你才有好要心啊 哎呀 我很心愿啊 我很心求 哦 菩提心这么殊胜 那我要发菩提心 所以他讲的这 显然是个诱导 引导你要发菩提心 他这个可能不是体 那这就是一个方便 是吧 你们看书 人家看的名字就知道了呀 你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你们怎么读啊 这不就是啊 出菩提心共用 那么第二呢 说出菩提心体 那又是干什么呢 哦 菩提心有这样的功用 这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他仍然是呢 那么如果要发菩提心的话 你要了解菩提心的 名称和内容 体就是它的内容 你才好发呀 你要发什么样的菩提心呢 哦 有三种菩提 法身菩提 报身菩提 化身菩提 这三种菩提怎么去发呢 法身菩提怎么发 报身菩提怎么发 化身菩提怎么发 净土门的菩提心怎么发 圣道门的菩提心怎么发 净土门的菩提心又怎么发 这个呢 就要给你区别出来 出菩提名体 让你知道你是要发什么样的菩提心 好了 接下来再说了 发心有意 哦 这菩提的名和体不一样 那么你发心呢 也有不同的 这才是核心的 所以我们这第二大门的核心 那我们这样分析起来就很清楚 哦 第四 第四问答解释就不用说了嘛 他就说 你还有一些 呃 以用环节不明白的 就把它扫 扫干净 啊 所以呢 就这样的分析 我们就明白第二大门 它的标题就是发不清 它的核心是第一章的 第三节 好吧 我们讲章和节哈 就是发心有意 这样你读的时候呢 你就是能了解它 每一个章节之间的关系 你读的时候就知道重点在哪里 这样说 有感觉吗 希望大家有感觉哈 但你学完之后啊 就是我们以后读书呢 也是按照的路子往下读 其实没人引导 你能找出它的重点在哪个地方 这是第三个要点 第四个要点呢 我们就提了一下 就菩提心和怨生心的关系 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再来分析哈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往下看 刚才说的 就出发菩提心有四番 已经说过了 我们再往下看 第一 出 菩提心共用者 大金云 凡于往生净土 要去发菩提心为源 这是引用大金三倍文的意思 因为每一倍啊 都说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所以他说呢 凡是要往生净土的 第二 发菩提心啊 作为它的源头 作为这个来源之处 那么相信官 相信说到这里啊 大家都会 自动的有说 可能很多人对 好像道主大师非常强调菩提心哦 你看往生净土 必须要发菩提心啊 那我还没有发呢 或者有人没发起来呢 那观金下壁三品 不是没有发吗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道主大师在这里呢 一定要知道 他所谓讲的菩提心啊 是明修战道 暗渡成仓 他讲着讲菩提心 其实讲着就是怨生心 你怎么知道 讲的是怨生心呢 那么讲怨生心 他直接讲怨生心就完了嘛 干嘛还讲个菩提心呢 这就是所谓的明修战道嘛 对吧 暗渡成仓嘛 这就是说 由通途入别意 因为通途法门 大乘法门 通途法门 这个阴心 最重要都是菩提心 这是大家共通的 那么你讲发菩提心 大家就有平台 我们就有话好说 如果讲怨生心 那有的人说 那怨生心是不殊胜 没有大菩提心 这样就不好说了 所以他讲的很善巧 是藏里边 第一个呢 净土法门 本来是大乘法门 大乘法门 发菩提心 也是一个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一个标志 另外呢 刚刚讲的 隐通入别 通途圣道法门 可以引导他 入净土门的怨生心 如果一下子 把底盘亮出来 可能有人就不打 不玩牌了 那就不好玩了 对吧 这是他的善巧 再一个呢 就是 如果讲就上纪来劝 如果说 因为菩提心 不同内容 如果在此时发菩提心的话 那么像观经里边 就是上辈 观经啊 九品往生 上辈三品 才说发菩提心 中辈三品呢 中上 中中 没有发菩提心 发的是小秤心 中下呢 中下连小秤解脱心也没发 不求解脱 他发的什么心呢 发的是世间 善法 是善之心 那么下辈三品呢 连这个世间善心都没有发 什么效仰父母啊 奉使市长啊 什么的 他都不干这事 大秤心也不发 小秤心也不发 而善心也不发 发的都是造恶 所以这下辈三品 就从中 下这六品 都没有发菩提心的 都往生的 这是经文的明显证据 那么这里为什么说 要去发菩提心呢 我们要好好的分析 好好的分析 这样不分析啊 就看不明白 如果有人 如果读经就这样 你们说 这不是你们祖师讲的吗 这圣道法门的看 这个他就找到 找到理由了 就是要发菩提心 不发菩提心 观念佛怎么往生 你就 你看不明白 你就没法 还是应对他了 我们祖师说话 那是里边 藏的有东西的 云和 为什么这么说呢 菩提者 乃是无上佛道的名义 菩提叫做什么呢 叫做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是吧 全称叫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翻译过来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无上佛道 若与发心做佛者 所以发菩提心 就是发心要做佛嘛 是无上佛道嘛 那发菩提心 就是我要成佛 如果要发心做佛 那此心广大 遍周法界 此心就近 等若虚空 此心长远 近未来计 此心 普遍 离二乘障 这种四句话呢 说明菩提心的相状 广大 究竟 长远 普遍 长远 近未来计 就是说发菩提心啊 比如说你受戒的时候 你要受比丘戒 就是说近行寿 修五戒 是近行寿 这要是受菩萨戒 不是近行寿啊 近未来计 你菩萨 那成佛呢 那是要生生世世啊 没有说 所以菩萨戒 那个发菩提心 并不是因为 这一生就了了 下一世来 还是做菩萨 还是做菩萨 这心啊 要近未来计 谁知道 都忘了 忘不忘 不管 发心就这么发 这一发呢 它就有一个 强大的力量 你忘 它不忘 就是种子的 熏修力量 那普贤行愿品不说吗 临命忠实啊 什么 一些财务啊 车马呀 这玩意呀 都歇息坏散 维持愿望 不相舍离 尤其是引导其前 就是你要发 愿望就是发了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它不会舍离你 什么国臣 妻子 臣义 这些东西 财宝 都一切换散 坏散 维持愿望 不相舍离 此心 普贝 普贝就是说 普遍广大 普贝 一切众生根基 离二称账 二称就是身门原觉 二称呢 就不普贝了 他只是呢 自立 不能立他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形成障碍 对于大称呢 形成障碍 但如果发了菩提心呢 就离二称之账 下面说 这个菩提心的功用 前面说他的相撞 所以说出菩提心功用者呢 正说在下一段 前面是说他相撞 广大 等等 若能一发此心 请无始生死有轮 所有功德 回向菩提 皆能远溢佛果 无有灭失 像这样的殊胜的菩提心啊 如果你一发的话 你无始以来的 轮回生死的罪业啊 都给你倒干净 当然这是一个 趋势啊 并不是说一发来后 你如果真的发得起来 那功德真的不可思议 所以出发心变成正觉 这发心啊 菩提心难时难发 所有功德回向菩提 你发菩提心嘛 那么所有这一切 就是目标 目标非常重要 你确定了正确的目标 那么你所做的一些行为 你打一个喷嚏 你腿往哪儿走 你手往哪儿 胳膊往哪儿掉 你都奔这个目标去 对不对 那如果你目标没有建立起来 你怎么在这打转 转了转去 说跑得好累 跑得好累 什么用 往哪儿跑呢 目标都没有 这你发菩提心的目标 非常清楚 成佛 这样你一切的行为 你就有着目标来统设它 它这个功德就不虚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 我今天行个善 行个善怎么样 你做十倍的孝子又怎么样 你做一 那就是在那边 原地打转 转了转去 说我跑得很累 跑得很累往哪儿跑呢 都没有目标啊 所以在六道轮回打转子 转来转去 你没有发菩提心啊 哪一旦发菩提心了 你大大事小小事 所有功德 自自然然就趋向菩提 向这个方向而去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 就是凝聚聚焦就有方向 目标非常明确 它的功力啊 非常充足 今天远异佛果 当然不是说你发心了 发心以后像法藏比丘 发无上菩提心 在世自在王座下 早就发菩提心了 然后还五界四维 结成四十八愿 然后经过呢 照在五界修行 远就说 经过一个长远累积的修行 意识到达 这样你愿行圆满 才到达佛果 远异佛果 不过虽然说远异佛果呢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点点滴滴 都不会损失 都不会消灭 叫无有失灭 那如果没有发菩提心 前面说的后面风吹就浪掉了 所以就失掉了 接下来他打个比喻 这是正面说 譬如 寄花五尽 风日不韦 富翠灵和 世汉无节 这两句话呢 也是对联 也 很美 怎么叫无有失灭呢 这个无有失灭啊 他就做了个比喻 寄花五尽 花就是一朵花 这朵花如果在我们这个世间 怎么样 花物百日好 是吧 就是说呢 你在这个世间啊 它是无常的 这花呢 你不管你就是再怎么样去 要把它不凋谢啊 要是放在冰箱里冻着 藏着 都不行 自然就泄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花寄托在哪里呢 寄托在五尽居天 五尽居天啊 就是三国罗汉所住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要三灾不道之处 火灾 水灾和风灾 我们说过了哈 在这个世界叫毁灭的时候啊 就三大灾 这有多少龙物 多少龙物呢 首先是太阳 七个太阳 这要搞七次 七个太阳 出七个太阳 天地动火燃 然后全部都烧着了 烧一回烧一次 再烧一次 七个太阳 烧七次以后 就是一次风灾 这大风吹的 不是风灾 水灾啊 从天到地 弥漫大水 整个盖 全部给你淹没 水灾要搞七次 就是再 然后再发更厉害的 再是风灾 这个风啊 这风真厉害 风上最软的 最软的也很厉害啊 那么整个宇宙都鼓荡成风 撞击 没有了 那么 火灾呢 烧到出禅 二禅以上是安全的 到出禅天呢 那么 水灾呢 就淹到二禅天 三禅以上呢 是安全的 风灾呢 到三禅 那么以上呢 就是安全 但是呢 这个 所以计划五禅俱天呢 就是这三灾不到的地方 是阿罗汉 三国阿罗汉 三国阿罗汉 叫做不来 就是他在天上 就不再来了 然后在天上就 这个沉到了 就是镇四国阿罗汉 不还天 所以叫计划五禅 风日不韦 风就是说 你不会有太阳晒着它 也不会呢 有风吹着它 如果有风吹着 有太阳晒着 这花不就枯萎了吗 计放在五禅俱天当中呢 就没有这样的过失 这是个比喻 赴水灵河 是汗无节 赴水啊 假装龙一般的水 你放在太阳一晒 不就干了吗 但如果你把这个水呢 放哪里呢 放在灵河当中 这个灵河代表什么河 里边有龙 水不在上 有龙则灵 山不在高 有仙则明 这个灵河 就是它里边有龙 有龙在里边 你就是久不一点水 才不会干 这个泉水叫龙泉 它从来不干 再怎么天汗也不干 那就是龙泉 龙 临 赴水灵河 是汗无节 就是天下发大汗 它也不会呢 干掉 这是个比喻 什么意思呢 就菩提心啊 就像这个灵河 就像五禁 五禁天 像灵河一样 那么我们所修的一些诸善 本来呢 是 无常生灭的 是漫无目标的 是会枯萎的 是会干涸的 但如果你给它在菩提心当中 来捅射它 你要发菩提心行住诸善的话 那么这一切善呢 都不会灭世掉 就像花 在五禁天 不会枯萎 像水 在灵河当中 不会干涸一样 所以菩提心啊 就这么殊胜 微妙 那么如果净土来讲呢 那就是 阿弥陀佛的名号 极乐净土 我们之所以一切 我们回向极乐净土 我们回向 我们归到念佛当中 那么你这一切的善 你就能够永保青春 啊 这就是 就不会坏掉 这是菩提心共用 好 我们看第二 哦 来看 哎呀 这菩提心好啊 那我们发吧 使劲发 那方要认识菩提的 他的名称 和他的内容 第二 出菩提名其者 名者名称 体的内容 然而菩提有三种 一者法生菩提 二者报生菩提 三者化生菩提也 这三生菩提啊 菩提两个字呢 它字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前面的 法生报生化生不一样呢 显得他的内涵 也有所不同 当然法报化三生呢 也是相通的啊 所以不同当中呢 它也是有关系 那么法生报生和化生 这呢就是叫 所正所觉 菩提是能正能觉 菩提是觉悟嘛 那么你你菩提就是 这是一对能所关系 能所关系呢 也是我们在理解 事物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观念 像能所 比如说 十方诸佛 称赞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就是 所赞之佛 那十方诸佛呢 是能赞之佛 比如中午 煮饭给我吃 那你就是能煮饭了 饭呢 是被你煮的 所煮的 我呢 就是能吃的 那饭是所吃的 这是一个能所的关系 我们看啊 言法生菩提者 所谓 真如是相 敌意空 自信清静 体无会然 礼出天正 不驾修成 名为法生 先解释法生两个字 什么是法生呢 法生就是讲 真如是相 敌意空 这就是法生 这法生的特点 是自信清静 自信清静呢 就是他信 他自然的 他本体的信是清静的 所以他的体无会然 所以无尽无够 你不可以用会和染 这样的词来形容他 那么他体性清静 这个要怎么理解 有人像虚空 虚空啊 就体性清静 虚空怎么理解 虚空你还不是雾霾了吗 雾霾跟虚空有什么关系 雾霾是雾霾买你的吧 你这种什么 小颗粒在那边有 那是你的问题 跟虚空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你说给他弄干净了 其实是你自己 把这个拿掉了 你拿掉不拿掉 你充满不充满 虚空人啊 是这样 所以你要染悟他 也染悟不了他 你要是清静他 也清静不了他 这是你自己 在那闹 闹疼一场 所以这叫 就没办法比喻了 只好这样比喻 就是这个体性清静 它是不受 染和静这样的名相 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东西来 就是 叫理出天真 就是天然 本然的真实状态 叫理出天真 不假修成 不是说你后天 先天就这样 不是你后天来修成这样的 所以诸佛就这样说 诸佛如来出事不出事 一切万法本来即灭 本来如是 这就是说 所谓的真如是相 第一空 它本来就是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法身 法身这样 佛道体本 名为菩提 这样的法身 是成就无上佛道的本体 那我们弃正如此法身 这叫做法身菩提 这就是能正与所正的关系 所正是极灭 能正就成为法身菩提 第二 言暴圣菩提者 备修万行 能敢报佛之果 依果仇应 灵业报身 先解释报身 报身呢 报身呢 这个法身是无所谓修 没有修不修的问题 他本来就这样 你修也如此 你不修他也这样 但是报身就不一样了 你如果不修 报身显现不出来 这报身呢 所以这个报身菩提 它是依你悟道 这个自行经济 依法身而起而修 所以呢 他讲了 备修万行 能敢报佛之果 这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备修万行 也是顺法性来修的 顺法身 这个菩提 以这个来 这样呢 你修万行啊 万行为因 就能敢得报佛之果 依果仇因 果呢 是仇报 他当初的因 所以呢 这个成为报身 报是仇报的意思 这样的佛身 万德庄严 它怎么能形成呢 是仇报他 因地的万行 而 报得这样的身体 这样的 这样的佛身 那我们的身体 也是报身 不过你不是报身佛 你是报身反腐 对吧 你过去呢 没有修行忍辱 所以搞得你长得 就是很丑 你过去呢 很娇慢 所以长得个子很矮 对吧 你过去不好而不失 所以搞得很穷 那我们就是丢到轮回 你过去杀身很重 所以真身身体不好 老身病 你过去老是对人家脾气不好 所以现在人家见了 也都不喜欢你 这不是也就是报身 那么阿弥陀佛 是释放诸佛的报身呢 所以报身跟法身相对的 法身不嫁修成 没有说修成的法身 那是错误的 那话也听就错了 报身是修成的 你修成报身了 那就是具有复制圆满 无障碍的自立地他 这就是你震得报身菩提了 言化身菩提者 报身菩提 度化众生 利益众生 这是要相当的境界 就要成为自受用身和他受用身 他受用身呢 是为登地上的菩萨 才可以得受用的利益 那我们一般人凡人 有隔得很远 不是我们境界 所以呢 必须呢 要有化身菩提 那么为从报启用 能须万机 名为化身 这个化身是从报 从这个报身佛 所以报身说 光中化佛无数亿 那么是报身佛里边 显化出来的化身佛 你包括 释迦牟尼佛八项成道 他也是无甚 报身佛 显化出来这种景象 这是呢 从报启用 报为体 化为用 能须万机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 因为你凡夫啊 你在凡夫的境界当中 那报身佛跟你不相应啊 他没办法来救度你啊 所以变成化身佛 就能够须 须就是走向你 万机是一切众生根基 能走向一切众生 人道啊 六道轮回 这些万机 什么时候能见到报身佛 那三界里边 扣在里边 对不对 那你不能出来 见不了我 我进去见你 释迦牟尼佛呢 大悲引入西化 进入货斋之门 撒干露 玉玉群盟 灰智聚之朗诏 与永夜 进来了 他不就 普避万机了吗 就能够呢 能躯万机 这成为化身 义物源通 明月菩提 义呢 就利益 物哪众生 能利益众生啊 毫无障碍 圆通 圆满通达 这呢 就成为菩提 这就是所谓的 菩提民体 这也是过度的 到第三 第三 显发心有意者 这是呢 这第一大门 第一章的核心了 显发心有意 首先这个意思啊 我们要住 要关注 我们看下面的内容呢 其实在讲了两重义 第一重就是 法身菩提 你觉得 你不是发心吗 发哪个 发菩提心吗 发哪个菩提心 发法身菩提心 报身菩提心 和化身菩提心 这三种菩提心 有不同的内容 那么你发心呢 就有不同的要求 这叫有意 这第一 接下来再看呢 到处第二行 又具净土论 经验发菩提心者 这是第二种意 经就是说 前面讲的 暂时放一边 现在讲的菩提心 是不一样的 这下面讲的是 净土门的菩提心 所以这个意呢 有两种意 一个是就通图来讲 法报化三者菩提 有区别 这个发心有意 这是第一重 第二重是 圣道菩提心 跟净土菩提心 不一样 那么有发心有意 这个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那多了呢 我们等一下慢慢分析 再看 第三 显发心有意者 竟为行者修应发心 具体三种 这不是有意了吗 有三种 它不就是一种 它就没有差别 三种就有差别了 一者要需体达有无 从本以来自行亲近 这是什么菩提 发生菩提 对吧 从本以来自行亲近 事大有无 这是你 发了菩提心了 这样发菩提心 怎么叫发心呢 我们看四季 四季里边这么说的 八十 第四页 你们首先讲一句四页 第八十点 第一发心者 若曰法身 有佛无佛 本来亲近 虽然 事大有无 它这叫有佛无佛 本来亲近 从本以来自行亲近 能事达此道理 我意欲显此本心 这叫做 发发生菩提心 诸佛是这样的 那我呢 我懂得这道理以后 我也想 我也愿意显发 这个本来自行亲近心 这样呢 叫做发发生菩提心 第二发心呢 它怎么说呢 二者元秀万行 八万四千诸波罗密门等 那怎么解释呢 元佛修万行成佛 我意欲修万行 元是伊利斯 就是这个佛 它怎么成佛的呢 它是万行元秀而成佛的 那我发心的话 我也要万行元秀而成佛 这叫发发发生菩提心 那么第三发心呢 三者大慈悲为本 恒礼运度为怀 这化身菩提 化身菩提 你光要度脱 这个三界苦恼众生啊 那叫发大慈悲 恒礼运度为怀啊 时常想着 要把这个三界的众生啊 给他度出来 这是他的本怀 是这样的 第三发心者 如佛以大悲 运度众生以为本怀 我意欲修 我也要这样 我也要这样的 哎呀 我成了佛 我要去三界里边 那个不是成了佛 我现在发心就要在三界里边 度把出来 度把出来 这就是菩萨发心 这三点发心啊 是不容易的 此之三音 能与大菩提相应 顾名发菩提心 你能这样发这三种音心 这就能够呢 和大菩提 大菩提就是三种菩提的 总和 法生菩提 报生菩提 和化生菩提 这都是此行广大 长远就近 仆辈啊 能跟他相应 所以呢 这叫发菩提心 不过讲到这里呢 这不是他的主要讲的 又 据净土论允 这下呢 才是他所要讲的 主要内容 经验发菩提心者 即是愿做佛心 愿做佛心者 即是度众生心 度众生心者 即摄取众生 生有佛国土心 经济愿生净土 故先须发菩提心也 这段话读起来不太好懂 你们觉得好懂吗 这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今天啊 你既然愿生净土呢 所以 故是个所以 前面说记 这说明他之间的逻辑关系啊 是非常鲜明的 你既然愿生净土 所以呢 你要先须发菩提心也 我愿生净土 就发愿生心就好了 怎么要先须发菩提心呢 但是前面啊 他列了这段话 是他说 说明我们要先发菩提心的这种理由 那么前面这段话 他说什么呢 发菩提心者 即是愿做佛心 这个好懂吗 菩提就是无上佛道之名嘛 那发菩提心 当然就愿做佛了 如果你说我只愿意成阿罗汉 那不叫发菩提心啊 我只愿意做那个大富翁 这不叫大发菩提心啊 我只愿做人家爷爷 这算哪一分子 这得不算发菩提心 愿做佛 这是要发菩提心 我愿做转能生亡 那也不叫发菩提心 愿做佛心呢 做佛是干什么 好快乐享受 做佛是要度众生 因为佛绝了 众生没有绝物 佛在常乐我境 众生在那四颠倒当中 所以大自这个自然而然的 无我心中 自然起大慈悲心 所以啊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所以呢 愿做佛 愿做佛之心啊 他其实为了度众生心 即是度众生心 做佛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好了 度众生意怎么度呢 度众生心 这经验菩提心者 度众生心 即是摄取众生 生进佛国土心 摄取一众生啊 往生 我清进佛国 把他三界里边 你让他不出来啊 现在有的人专门跟佛对着干 说下一辈子还在这做人 你这不是跟佛对着干吗 佛是让众生 摄取众生是往生净土 不要求人净土 下辈他再做人 结果还很多人跟着后面说 哎呀 我们师父讲得好呀 叫我们下辈他来 我们也就是听他话 下辈他再来 来了干啥 跟他后边 本来这样啊 度众生心 不是让人家在这三界里边转 转悠 那叫度众生啊 那玩人玩呢 是摄取众生 生进佛国土心 各位 你们有进佛国土吗 你自己的吗 阿弥陀佛的进佛国土 你还没有是吧 所以我们就看到哈 这个所谓的摄取众生 身有佛国土心 我们要知道前面所讲的这个 这是不是菩提心呢 菩提心愿作佛心 对了吧 愿作佛心度众生心 度众生心是摄取众生身 进佛国土心 这讲的谁啊 这讲的法藏菩萨 法藏菩萨当初五戒四维 照在修行的时候 他是不是这样想呢 他我要成佛 愿我成佛 过度生死 弥补解脱 是吧 我要成佛 什么一些恐惧伪造大案等等 我要什么 八如生死 清苦根本 愿我于是肃成正觉 那么我就说 八如生死 清苦根本 那我要成余进土 所以他成佛心 就是度众生心 度众生心 就是摄取众生 要胜我佛国土心 我受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致行心乐 愿胜我国 受我得佛 是愿作佛心 十方众生 是度众生心 愿胜我国 是摄取众生 生我敬佛国土心 第十八愿吗 不讲第十八愿吗 这讲法藏菩萨发心 发的菩提心 那么 法藏菩萨发的菩提心 现在成了佛了 这是果觉 果觉 他果上的觉悟 无上正等菩提 那我们现在跟着他后边 也发这样的心 这叫阴心 这叫以果地觉为阴地心 所以同样这样的 摄取众生 身有佛国土心 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也愿意 我们所谓的摄取众生 身有佛国土心 这叫巧方便成就 说阿弥陀佛已经 他成就净土了 他设去众生 身有佛国心 我们跟后面喊一桑子 公为道去 愿共诸众生 往生按照国呀 我往生 你也公为道去吧 你这就是发菩提心了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这叫做巧方便成就 所以这段话呢 是在往生论著的 第五门 巧方便成就 那为什么这样 这巧方便 这成就 我们在那里呢 我们在往生论著的时候 我们学习了相当长的时间 大家呢 可以去看 可以再回去听 今天这里 我们就不多讲了 这里呢 我们再说到下面 经济怨生净土 故先须发菩提心意 这一段的逻辑关系啊 是比较有一个 很大的跨度 有很大的跨度 那么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把它分成四句话来读 我们经济怨生净土 我们今天啊 既然怨生净土 故须先知法藏因中 已先为我发心 为我成佛 为我成就净土 设取我身彼佛国也 这句话听得懂吗 对啊 那你要想生净土 那你先要了解 哦 法藏佛他为我发过心了 他如果没有为你发心 你往哪个净土去啊 哦 他为我发了心了 他为我成了佛了 他愿意渡我 他成就净土了 他设取我 往哪个净土 这个 这两个 这个逻辑关系很清楚吧 好了 第二句 既知法藏菩萨 先为我发了心成佛 要设取救度我 而愿身彼佛国者 他愿意发心要救我了 那我愿意往哪个净土 那么这样怎么样呢 这就是以法藏果地诀 为我印第心 是不是啊 因为他已经成了这样净土 这是果地诀 我顺着他这样的 要成佛救度我 这样的愿望满成 满足了 我愿意往生他的净土 这不是果地诀 为印第心吗 我这样的印第心 愿身心 是他的果地诀 来成就的 哎 这是第二句 第三句呢 此果地诀 所成就之因心 也就是比佛愿力 巧方便成就的大菩提心 刚我们解释过了 这听得懂吗 我们这个因心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脑子一拍 哎呀 我想去往生 我发菩提心了 不是的 这阿弥陀佛愿力 巧方便成就 这就是大菩提心 这个愿神心 就是大菩提心 这你就搞得 哦 这对对对 那我自己愿意往生 这大菩提心 我还作愿呢 希望跟我一切有缘的人 啊 我要大爷 我要大白 我要大妈 大儿子 这周围 我父母 我兄弟 只要一切有缘的 我愿意 我自己 因为巧方便成就 我们才能发起这个菩提心啊 如果靠你自己 搞一件个净土 我爱搞净土 我们家房子 我都不愿意跟你住呢 我哪样大房子 盖什么大房子啊 我的房子也不大 叫你自己搞净土 给人家住 你就没那本事 对吧 你就发不起那个心 但是阿弥陀 巧方便成就 你就跟着后面 啊 大净土啊 这不就是 你就心就大了呀 为什么心大了 有的是 我们老爸 对吧 这呢 你就是 摄取一些众生 共同胜必佛国 这第三句 这是我们愿身心 是果决菩提心 我们就可以呢 摄取众生 共同胜必佛国 这第三句 第四句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故 是故 愿身净土 先须发菩提心也 那我们愿身净土 我们对吗 我们发这个菩提心 我们发的是果决菩提心 那这样呢 你就知道 所谓的先去发菩提心 这里的菩提心 就是说 你先要了解 法藏必修 他发愿成佛 这个 这个 这些本末 本末根由 怎么来的 他说这个意思 那如果你都不了解 法藏菩萨 发心成佛 救度我们的本末来由 那你如果说 哎呀 今天世界好了 快乐 我想去吧 那你也不能往上 因为你没有靠上佛力 你了解这种发心本末 来由 你就靠上了 那你才能够有真实的发心 你才能够真实得利益 所以呢 一切从这地方来的 所以这里讲啊 经济愿身净土 故去先发菩提心也 这就是他自然的逻辑关系 有必然性 必然的逻辑关系 除非你不愿往上净土 你愿往上净土 你必须了解 法藏菩萨 他这前面所讲的 愿成佛等等这 了解这个之后 那你自然的 你就有了这个 过绝因心 所以这里的所讲的是一回事 不过他用的是 菩提心的名字 但其实就是我们 净土门的愿身心 那么这里的发心有意呢 将同都叫菩提心 都愿成佛 不管圣道门还是净土门 圣道门说 我在这个世界啊 我就自己修行成佛 我在这里度众生 这圣道门的菩提心 净土门问 哎呀 这这里太难了 这我能量不够 我本事不大 我到净土去成佛 阿弥陀尹先在那里迎成就我 净土门是大一门成就 我去那里成佛 所以同的是成佛目标相同 当然意在哪里呢 一个在此土 发生菩提 报生菩提 化生菩提 一个在彼土 这是呢 不一样 就是圣道门菩提心 和净土门菩提心不一样 一个会土 一个净土 这是地点不一样 一个呢通土 通土就是法报化 三生菩提 我们呢是特别 特别就是你怨神净土 巧方便成就 你只要怨神净土 怨神净就可以了 这特别 这是第二种不一样 通别有益 第三个 因果有益 那你自己发的阴心 你在此土那里 从阴相果 你法生菩提 报上的菩提 你不是发了害 早上呢 圆异佛果 那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发现什么 果觉像阴心 一念元臣 我们只要一念念 阿弥陀佛 一念信孙 当之此人 怎么样 为得大力 则是具足无上功德 我们不需要那么什么 那么长时间的 这就是所谓的 因果不一样 也是呢 快慢不一样 那为什么这样呢 一个靠自立发心 你发自立菩提心 我是发他立菩提心 阿弥陀佛的力量 巧方便成就 这也是自他不同 另外呢 也有全是不同 那你自己 就是菩萨发了菩提心 你还是方便 你还在前面 所以先去发菩提心 你前面的过渡的呢 你还没有成佛 所以还不能叫究竟 所以因中发心多 果上的呢 成佛少 因为这是方便 还不能够究竟真实圆满 那么如果我们 净土们的菩提心 是真实 这不会退的 不退转 就是凡夫得不退转 那为什么 果觉菩提心 六字名号 怎么会改变呢 他已经成佛了 成佛就永不改变了 那我们以这个佛果来发心 那当然永不改变 不退转 这样呢 就是过绝 那么从次序来讲 也先后 什么叫先后呢 圣道门的人发的菩提心 是先发的 到最后他也一定要走到 净土门的怨身心 我们这样好了 哗一口就咬上怨身心了 但前面就免了 因为后比含钱 钱不一定含后 为什么 他发菩提心 愿意成佛 哎呀太难了 这速步世界 好了 愿神尽土吧 不就是先发福利 因为要成佛 到了尽土 就保证成佛 而且快速成佛 你既然要成佛 哪个不想都保证呢 哪个不想快呀 那如果你想成佛 又不想快 那说明假的 就想发财 说哎呀慢慢发 那想发财 今晚就想发 对不对 想盖楼 怎么玩去 要不要盖好 慢慢盖 盖个五十年 你活能活哪一天啊 你既然想做这件事 就想快点拿到手 对不对 想当官今晚 把表明让你干到 你不穿在兜里 不放心啊 你怕了 那个跑了 怕变了呀 所以你真的想这件事 那你一定呢 就是首先你说 要有保证 第二呢 现在得到 得到了才是一个保证 没得到 可能还不一定 所以呢 如果说 就要找会菩提 他真的发了菩提心 他就想早一点成佛 那么想早一点成佛 到其实世界最快 速得成就 安罗多罗三百三菩提 所以聪明人 你真正是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你肯定先发菩提心 后发怨成心 那我们现在 发变成心 江老实话 也是在三横河沙佛所 先发过菩提心 没有搞出去 今天就说 那我发变成心吧 这不也是吗 所以先发菩提心 再发变成心 我都忘了 忘了 当然你忘了嘛 你发变成心 那就妥了 好 上午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小小时 大小时 年龙细 大小时 都以为 comme 我 成全 阿们